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播的第七军向无星推进 并集结川军五个师与四安 广德侧影 24日日军向无星发起猛攻 中国守军第一期二师奋力苦战 副师长夏国璋不幸阵亡 无星失守 为了掩护第七军撤退 川军第23集团军奉命领敌 第23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21军军长唐世尊 率领部队戳川贤 曾在成都召开实施大会 宣告师弟不复 使不回川 副总司令兼第23军军长潘文华戳川贤 在各界群众欢迎颂会上御立遗嘱 胜利归 败则辞 川军官兵满怀斗志的出发 脚上的草鞋很快就在长途把涉中被碎石磨烂 被泥水泡烂 光脚走路很是辛苦 在公路上看 建好几个师的中央军部队装备精良 头戴钢灰 足穿军鞋 很是羡慕又很是生气 因为他们是败退下来的 接近前沿石 一路看见日军对公路两侧五六华里附近 逃离不及的平民百姓 无论男女老幼 全部枪杀 无疑性命 所有房屋 纵火焚毁 西方遍野 尸体横沉 其惨痛之状 不忍目睹 川军官兵无不咬牙切齿 悲愤交集 呼吁敌军 怒度可恶 不顾一切 冒死冲杀 争先恐后 以手刃敌兵为快 但是 战场地形平坛 川军装备低劣 面对日军的坦克冲击无险可守 经过苦战 川军没能阻挡住日军的攻击 日军占领四安后 当面中国军队各部都接到了继续撤退的命 只有川军第二十一军第一四六师没接到 这个师不但没有后退 而且还对日军实施了突袭 竟然把四安夺了回来 歼灭日军数十人 缴获了大量文件和装备 其中包括日军女看护两人和日军军官一人 这名日军军官在中国士兵冲到他面前时抛腹自杀了 但是 为等第一四六师庆祝胜利 官兵们便发现周围的友军全撤走了 于是赶快撤退 四安又失 川军第二十一军第一四五师数天内孤军作战 部队伤亡惨重 已经失去作战能力 当师长饶国华命令团长刘洪斋帅不反击时 刘团长拒绝执行命令 饶师长为自己的官兵如此懦弱而愤怒 也为丢掉了四安阵地感到羞愧 于是在师部里给亲属和长官写下几封遗嘱后 静止来到广的成东门外 随从这才明白他们的师长并不是想撤退 而是想死在这里 主位是铺好卧毯 饶盘腿坐于卧毯中间 面对日军方向大呼 威廉第二如此强盛都要灭亡 何况你小小的日本将来亦被灭亡 言罢 饶向敌人方向怒目而逝 拔出所配手枪自枪成人 左右剑之 无不下位 好一个烈 静得川军师长 亲爱的朋友 如您喜欢本文 请关注大鹏微信公众号 大鹏说书账号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作词 李宗盛